今天是要自己打針的第一個晚上 然後這個針叫做 Ogalutron 看得到嗎 本質上說這個針是用來控制 軟巢製造的軟 不要太早的從軟巢釋放出來 計畫書上面是說 我從今天晚上開始 要定時間的打這個針 打到星期五 然後星期五早上是要去做抄衣博 然後還有抽血 不過這個針感覺要連打十天耶 因為我有兩盒 然後一盒有五支啊 然後 上次請護士幫我打針的時候 他也教我說這個 自己要怎麼打 那我這一天想到還是有去看一下YouTube 就是看看一些護士怎麼打這個針 然後大概知道的步驟 可是還是有點緊張 這時候才去報名護士 真的會太晚了 我好處想就是這個經驗 讓我學到一點嘗試啊 這個針它是屬於皮下的注射 就是要打在脂肪 第一次覺得有小腹真好耶 有肥肉就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啊 還好我現在也是小褲婆了 如果像以前那麼瘦的話打 那應該很難打吧 不是嗎 現在八點半了 就表示要開始打針了 手洗乾淨了 然後現在再看手冊 然後第二個步驟就是 酒精綿片 然後要清理 要打的部位 下個步驟就是要把酒精 我會有點無油了 下個步驟就是要把針 打開來 怎麼開啊 它長得像這樣子 要把氣泡 打一彈 然後 把這個上面拔開 我打不開耶 這樣開嗎 喔真的 要很用力的把它拔開 然後彈一彈 把氣泡彈掉 第一次很手挫 然後 然後它說 再來下一步 就這樣把它 壓到有水珠跑上去 然後 自己開始打了 哇好酷酷 1 2 3 4 5 5 1 2 3 4 5 5 現在還在痛 因為就是 可能錯太用力了吧 哇全身汗 因為可能剛剛很快就下手 就像護士膠的要90度 所以 下去的時候沒什麼感覺 現在開始有點痛 這個ending有點難做 好啦下次見囉 掰掰 真的超像的 真的很像 所以那你的語文姐啊 Aaron就打算跟他們這樣開個玩笑 然後他就把照片傳給他們的 爸爸媽媽